黑人先是把假老鼠藏在屁股上 一看到媒体记者们热情询问要吃什么口味 下庙先看盒子现场一阵听觉 黑人惹人计划又得逞下班全场 一旁共犯舒子晨则说记者如果升级马上下会求饶 黑人了解新搭档舒子晨是赞誉有加 舒子晨更是不时及录聊歌名剧 一找到机会就去聊黑人 可黑人无厘头恰好一搭一唱 舒子晨提到能和陈建州一起主持 算是圆梦 更自宝曾经报名过《我爱黑色会》 只是在视镜的时候就被刷掉了 他重现当年视镜 工作人员请他对住一台摄影机跳舞 说完人就出去了 长大后他问老板李爱才知道 那个人出去就代表没有在录影 也就是说他在自我空间跳舞 根本没人理 而问当好兄弟和守正和余文乐近况 黑人筑起一道墙 表示不关我的事我不说 小说以他十多年来在演艺圈经验 讲了文词 还是不要多话 黑人拿黑老鼠喝媒体 TVBS提供 黑人拿黑老鼠喝媒体 TVBS提供 杂直放